君の存在は僕にとって かけがえのないとくべったもの 君は安堵ていくなマインドを 君と君に変えるくらいに 喔 嗨呦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凍瓜 歡迎來到我們的三傻乱世模組三川 今天是第28集囉 那我們上一集不是做了那個超變態的火箭筒嗎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來繼續改善我們的環境吧 那冬瓜做了很多善誕牆 做了很多整整的一箱多 然後還有做一組多的砲塔 我們今天要來守衛我們的家園 不然那些惡心的苦力怕會炸螢光球 那你只要有螢光球或是火把的地方苦力怕就會爆炸 嘿 所以有點麻煩 那我們馬上來牽線吧 那冬瓜的能源線想要牽這邊兩個 兩個的那個超頻發電機喔 這樣就不用另外再做發電機了 然後有觀眾說 能源的線跟物品的線可以連接在一起 它一樣可以傳喔 感謝各位觀眾解答 我們馬上來開始吧 然後冬瓜還做很多散彈槍的子彈喔 所以這應該是夠啦 那我們就 哈囉我是蜥蜴 那我們從哪邊再挖出去勒 從這邊好了 看一下喔 從這邊的話 先接兩個傳出能源 把它接出來 線接起來 這一格吧 那我要怎麼用欸 哈哈哈哈 對對對對對 我要想一下喔 不可以亂蓋喔 亂蓋很醜捏 大概格五個放一個吧 嗯 好我們就先接線 邊接線邊放砲塔 又爆了 又爆了 噁心的苦力怕 看一下這樣應該有電吧 有有電有電有電 好我們先把砲塔放一放 然後這管線之後再說吧 我們先弄一弄啊 雖然一定會有觀眾說很醜 不過就先這樣 嘿嘿嘿 鵝毛上線不知道幹嘛 他在我家幹什麼 噁心 噁心 要圍多大 欸這是什麼東西啊 哈哈哈哈 我家哪之後跑出這個奇怪的東西 好啦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 那我要不要順便把我們傳送區域的地方 全部蓋上砲塔 嗯 怕不夠欸 我先蓋我家這邊的好了 哈哈哈 仙人掌真的很好用 白木鬼 嗯 又爆了 又爆了 天 在 在跑啊 嗯 看一下 挖銅格高好了 我要把劍放在左手 哈哈哈哈 我要看他怎麼打我 我們不要理他 他在學我噁心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隻器人可以飛這麼快啊 太噁心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理他 再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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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發現了 好啦不理他了 再鬧下去齁 我都不知道我要蓋多久了 好我們繼續來 放我們的砲塔 一二三四五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的管線都沒啦 回去拿一下吧 我覺得我等等把槍全部放好之後齁 哪有要對玩家攻擊 哈哈哈哈 這樣河馬就沒地方跑了 你知道嗎 來我家都到處被射 OK 都放完了 然後 然後 唉唷 這麼遠耶 哇賽 這個 這個枯空 有點噁心喔 然後我們要把子彈 的箱子放好齁 我們拿一個金箱子 然後子彈 看看放在哪裡 放在哪 嗯 放在這上面嗎 好喔 就放在這上面 這邊打開來 物品傳出節點 放這邊 然後給它連起來 然後在裡面塞堆疊升級 然後拿一堆子彈 這樣應該就會傳進去了啦 有嗎 有在傳嗎 看一下 應該是有在傳啦 應該是 有吧 它有在消失 它有在傳 好 這樣應該是可以的 那這個散彈應該 數量不夠 沒關係 我們就先身上 先帶這麼一堆堆 我們就 邊放槍槍 然後邊補子彈 然後這個私底下冬瓜自己生產就好了 OK 然後 要把槍拿出來了 冬瓜準備超多槍的 這樣一定夠 只是槍比較麻煩 他們要把堆疊 欸 為什麼子彈放不進去啊 奇怪 它要自己手動放 呵呵 它不能直接 SHIFT軸箭欸 哇賽 如果槍不夠 就糟糕了 喔喔喔喔喔 喔喔 好快喔 有用了有用了 終於 終於不用被怪物打擾了 各位觀眾 哇這個怪物 過來馬上變馬蜂窩 我跟你講 做那麼多把槍應該夠吧 不夠就很慘了 呵呵 喔喔喔 兇兇兇 喔 兇 不管它 那之後再幫這個砲塔做這個護甲板 好了 先這樣 如果槍不夠就慘了 呵呵呵 沒有做那麼多把槍 如果不夠的話 冬瓜在自己私底下用就好了 然後把槍放一放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欸 為什麼會Lag啊 奇怪 喔這個會攻擊我的砲塔 是不是 喔 啊你派 好好用喔 我的天 可是我的槍做不夠多欸 那冬瓜在自己私底下用吧 因為冬瓜還有事情要做喔 然後看一下信 荷毛寄信給我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這什麼啊 噴霧罐跟載具箱 哪裡咧 可是它不是要做板手嗎 丟掉 板手它要灰色混泥土跟鐵錠 去它家拿好了 灰色混泥土在那裡 只剩一個不用拿走了 好這樣也可以 好我可以看看它給我什麼東西喔 偷偷跑回來 哈哈 好我們來看一下 它給我什麼載具喔 打開 欸為什麼不能用 它不是要這個嗎 不是板手嗎 欸 要打上面 喔喔喔喔 摩托車 噴一下 我有我的 可是這個 喔它是鑽石的 喔它給我的還不錯嘛 感謝我們的柳哥 那冬瓜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就是 上次我不是有做一把 M4突擊步槍 那其實它後面還有一個 滲透者 它就是M4的升級版喔 那看起來是很像 上面再多加了一個 欸消音管是不是 感覺很像啦 這兩邊看起來就是 消音管跟 鏡頭有變 那冬瓜想把它升級一下 它有兩個玻璃 鋼板 羊毛 鋼錠 紅石 這樣應該就可以直接 升級了吧 我來看看啦 可以 我直接升級啦 所以它這樣打起來有差嗎 喔有紅外線耶 可是這個紅外線怎麼不會 升到這麼遠的地方 變消音了耶 欸 它可以 喔沒事 我想說為什麼會 按兩下 好我們就拿這把槍去 攻擊柳哥喔 哈哈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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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卯在我家附近耶 它不是在他家耶 呃 卯在那裡 喔它在那上面晃 它到底多無聊啊 好啦那我們的滲透者強化完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 把這個地面清一下喔 冬瓜想要把這所有的草地啊 把它換成淺藍色通透玻璃喔 這樣才不會生怪啊 那我們要先看一下 欸我的天花板到底在哪裡喔 才不會挖過頭 天花板在這裡喔 幹嘛叫我看 砲塔 我要把它鎖起來 噁心耶 它都調我的 砲塔幹什麼 好 調完 不管它 我們直接開挖我們這邊 喔唷唷唷唷唷 好累格啊我的天 超級累格的 好啦各位觀眾我花了一些時間把這邊全部把它纏平了 這上面全部都可以鋪上這個通透玻璃了啦 這樣子就比較統一了齁 好那我們馬上來開始鋪鋪吧 喔原來我還有這麼多地方沒清喔 我真的快瘋了 我還沒開始放玻璃勒 喔好我們繼續加油快結束了 好啦各位觀眾終於好了 啊清空的感覺真棒 只是那個羊毛雞可能知道要請和毛移一下 不然這樣子有點醜 為什麼要把羊毛雞開到我家啊 好我們先下去拿材料吧 這裡默默的被炸了一個洞欸我的天 我趕快把它補起來 OK好那接下來就是這邊 全部把它鋪上淺藍色通透玻璃 而且為什麼這邊這麼Lag啊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羊毛雞的關係耶 要不然之前我記得沒那麼Lag欸 好的各位觀眾 哇這樣子藍藍的一片是不是很舒服呢 然後再加上旁邊四周都一大堆砲塔 那冬瓜私底下的時候再把那些槍給補上吧 那我們就差不多來做結尾囉 好囉 那我們這一集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點下喜歡 如果還有這一句是這種後續動態的話 請幫我點下訂閱好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想要讓更多人看到冬瓜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冬瓜分享唷 還有什麼建議或是想法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或是分享我都可以唷 我都可以看不一定回覆唷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掰福 剛剛在那邊錄影一直是鬧